今天是1月9號星期二 昨天美股四大指數同步大漲 台子夜盤也是大漲了172點 所以其實你去看 我們在 其實在上禮拜 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在2024年 你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因為說在2024年 你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震盪一定會比較大 尤其是說在1月份 整個第一季 第一季算是說淡季 在淡季震盪會比較大 你一定要說整個2024的主軸是什麼 所以其實你去看 昨天應該說在前天 前天的美國四大指數 他公布兩大數據 幾乎都沒有下跌 這就證明了說 其實說在這個時間點 市場最擔心的一定是經濟衰退 而不是說升息或降息 所以你看昨天 昨天台子夜盤大漲172點 NVIDIA 創歷史新高 大漲6% 大漲6% 創歷史新高 包含像是美超委 美超委也是大漲了9% 大漲9% 美超委他 他就類似台灣的偽創 就是說他的角色定位 差不多就像台灣的偽創 偽創大漲9% 一模一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說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在2024年 很多的股票 只要說本益比低於20倍 真的不用擔心它不會漲 短線上的震盪 資金輪動 拉回修正 這些都很正常 都一定會有 但是你只要有個中心思想 在2024年 只要說數字夠強 產業前景沒問題 本益比在20倍以下 早晚都一定要漲 所以我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很多AI相關的股票 會開始百花其放 包含說偽創 廣達 甚至說音業達 光寶科 還有像是維新跟技嘉 這些今天表現都會不錯 等一下我們再講個股 我們先看一下指數 你去看 道琼 有沒有 昨天的道琼也是開地走高相對強勢 重點 S&P500 長空K NASDAQ也是跌下來長空K 廢半指數一模一樣跌下來 再拉長空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2024年你要有中心思想 這個中心思想不是說 現在是要做什麼族群或怎麼樣 而是說整個全年度2024 它的主軸到底是什麼 你如果說沒有一個主軸的話 稍微的修正 你就會覺得說指數漲多要反轉 指數漲多行情要結束了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而是說 我們直接來看 我們就看廢半好了 就以廢半來講 其實這個概念也是一模一樣 我把它敲周線 其實周線也是一模一樣的邏輯 就是說 這個位置 這是2022年 2022年是走空頭 很標準的空頭走勢 那一直到2023年 它是回補前面的空頭 到2024年 它就是向上去成長 所以整個2024 它就是成長的年度 那成長年什麼最重要 當然就是數字 只要有數字有業績 在2024早晚都一定要漲 所以我給大家看 廢半 廢半是長這樣 台子加全指數也是一模一樣 2022年 2023 2024 即將往上去做成長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在2024年 不難操作 只要說數字好 產業前景沒問題 早晚都一定要漲 所以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講這個邏輯 就是說 在整個2024的主軸 就建立在這四大利多上面 美國升息結束 美國升息結束 一直到下一次降息 下一次什麼時候降息 這不重要 什麼時候降息不重要 而是說 只要美國結束升息 市場資金 就會全部回歸到個股的基本面 最根本 最原始的基本面 跟業績數字上面 好 如果說降息降下去 當然是更好 但是不降 也無所謂 反正說 只要升息結束 市場資金 就會回歸到個股基本面 重點 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中國遭到降頻 光是這四大利多 台股在2024就不可能會太差 美國升息結束 中國遭降頻 產業股底復甦 又加上 比較近期的總統大選 所以其實你去看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在2024年 要總金有總金 要產業有產業 要資金也有資金 不可能會差到哪裡去 2024不可能會差到哪裡去 只是說拉回來 我們就是針對數字牆 本益比未接夠低的股票 下去做買進 所以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 在2024年 台股它會是整個大中華地區 應該說外資資金 最容易轉入的一個地區 因為中國在去年被降頻 被摸摸地降頻 中國被降頻 大中華區的資金 它要馬到香港 要馬到台股 但是你去看 你光是看線圖 你就會知道 整個大中華區的資金 外資一定會一直賄賂台灣 你去看喔 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去看 中國股市的 中國股市的 上陣 上陣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上陣 A股 A股長這樣 再來 這是深圳 深圳長這個樣子 怎麼看 如果你是外資啦 如果你是外資 你也不可能去買吧 深圳長這樣 上陣長這樣 橫生長這樣 香港的 是吧 如果你是外資 你要買誰 香港 中國 台灣 光是看線圖 你就會去買台灣的嘛 所以你去看 台幣 台幣近期才會這麼的強勢 這個非常誇張喔 這是台幣 台幣越往下走 就是升值嘛 台幣升值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誇張 就算說近期 有稍微的反彈 有稍微的貶值 但是整體趨勢 還是非常的強勢 你去看 這是台幣 台幣升值幅度 是非常誇張 美元指數 連美元指數 都沒有到這麼的強勢 都沒有到這麼的弱勢 因為正常來講 一定是說 美元指數 大幅度的下跌 台幣才會大幅度的上漲 但是你去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 也還好 緩步的走跌 但是沒有到大幅度的 往下走扁 那你去看台幣 台幣為什麼會這麼強 這是連續性的升值 連續性的升值 主要就是因為 上陣嘛 上陣 橫升 全部都轉到 加權指數 所以其實說 你了解這個國際關係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 在2024 不可能到太差 2024怎麼看 不論說你用什麼面向來看 產業面 資金面 還是說整個基本面 都不可能到太差 所以只要拉回來 我們一定都是試機去找買店 所以你要有這個中心思想 總金沒問題 產業沒問題 資金也沒問題 那資金從哪裡來 從中國股市 從香港股市 所以就算說 台股本身如果說假設 就算說本身都沒有什麼吸引力 但是相對一比 台股還是比香港跟恆升 比恆升跟A股 只得去做投資 那光是說 就算沒有新潛進來 光是外資在大中華地區 它佔比的轉移 台股資金又用不完了 所以你要了解說 它的資金到底是從哪裡來 所以在這幾天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只要是好的股票 本益比位階夠低 數字夠強 拉回來 閉著眼睛去把它買下去 它早晚都會漲 只要說本益比是低於20倍 早晚都是要上漲 那你說不知道買哪些股票 大家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code 小老鼠 WE178 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因為說這幾天畢竟說 它又有一個總統大選 所以整體的資金跟走勢一定會比較混亂 哪些股票可以賣 哪些股票不能賣 在裡面都會告訴大家 直接用手機去掃描 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加入去做詢問 因為我們在這幾天 應該說一直到農曆年前 都會帶大家去佈局整個年度 或整個第一季 數字好未接低的股票 大家記得先加入 尤其是說很多讀到的見解 你只有在我們的頻道看得到 早上8點半的盤前直播 下午3點的盤後解盤 還有我們在盤中的一些文章訊息 只有在我們的Lite看得到 就像我講的嘛 在股票市場你要賺錢 你的看法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 畢竟說28法則 28法則如果說看法跟大多數人一樣 註定就不會賺 所以你去看上禮拜 上禮拜你去想一下 全市場都怎麼告訴你 上禮拜整個市場都告訴你說 非農就業數據 如果說低於市場預期 股市會大漲 降息的預期心理會大幅度的提升 是吧 上禮拜大家都這樣告訴你 但是在上禮拜五 我就特別提醒大家 從現在開始 非農就業數據越好 對股市是越有利 跟大家認知不一樣吧 非農就業數據越好 在去年來講 對股市一定是越不利 因為升息的機率會提高 降息預期心理會下降 但是你去看上禮拜五 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非農就業數據開出來是21萬人 比預期17萬人高出了足足4萬 足足4萬 為什麼美股會大漲 為什麼昨天台子夜盤還會大漲 就是因為現在市場擔心的叫做 經濟衰退 是吧 所以你去看 昨天的起紅 其實這種股票 這就叫做送分題 你去看喔 昨天3017的起紅 12月份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喔 好 它跌了8% 你說它為什麼創歷史新高跌8% 就是市場有避險的賣壓 可能說選錢或是說一些 獲利減碼的避險賣壓 但是整體來講 起紅這跌下來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講調 12月份營收 這不代表什麼 12月份營收所造成的任何下跌 這對於全年度來講 這絕對是買點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去看 起紅12月份營收開出來 創歷史新高為什麼而跌 不知道 這不重要 重點是說 起紅在2024 預估要賺17到18 預估賺17到18 跌下來 接近300元的價格 本益比只有16倍 只有16倍 而且起紅大家都知道 AI伺服器的散熱 新品水冷的散熱 這都是大趨勢產業 這沒有問題 又加上2024 預估賺17到18 預估賺17到18 300塊錢以下 本益比連16倍都不到 所以你說 它因為漲多 所以12月份營收開出來 會下跌 連漲都沒漲到 所以這種東西就叫做 短線上震盪的外在因素 所造成的下跌 這完全是沒有理由的 外在因素所造成的下跌 只要你知道它的價值 這就叫做送分題 再來 2059的船湖 船湖也是啊 有沒有 一直告訴大家 2059船湖它主要是做AI伺服器的導軌 因為說導軌這個東西 它寡佔性非常非常強 2024預估要賺45到50塊錢 以45到50塊錢來快 1000元以下 都很便宜 這是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2059船湖早晚會佔上千金 因為說 它是產業的結構關係 它的寡佔性比較強 寡佔性強就代表說它的本益比 可以給到比較高 所以1000元以下都不貴 昨天大漲幫根廠停辦 最高來到922 所以其實說在這個時間 你只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在2024年 只要說個股的預估數字好 本益比位界夠低 早晚都是要上漲 它股價早晚一定會去做反應 所以今天很多好的股票一樣 今天只要有任何的震盪 都是去找買點 如果說你不知道說這個時間點 怎麼去做布局 整個盤面比較亂 不知道怎麼操作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失去我們右下角的light 記得先加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是大漲了 將近是180點 你沒有聽錯就是180點 177點左右 所以其實說你去看 在2024年整體行情就是這樣 它一定是震盪向上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只要說整個趨勢沒問題 震盪拉回資金輪動 這些都很正常都一定會發生 沒有什麼股票市場是只會漲不會跌 震盪輪動這些都很正常 但是只要說它的趨勢是 事項上不會出現反轉 拉回來不就全部都是買點 所以現在期貨大漲180點 等一下台子開盤 等一下現貨開盤 至少先跳空個100點差不多 100到150點左右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可以去做留意 帶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這麼凌亂的盤面之下 你更需要知道一檔股票的價值 是吧 這幾天盤面這麼凌亂 一大堆股票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一天漲停一天跌停 你一定要知道說這檔股票的價值在哪裡 才不會被洗出場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 或是說你不確定你手上的這檔股票 能不能續報 或是說這檔股票未來的獲利怎麼樣 都歡迎直接詢問 我們右下角的Lighter 直接用手機掃描可以加入 好我帶大家看一下 昨天包含說美超委 包含NVIDIA都大漲 所以像是說2382的廣達 廣達跟技嘉微星這些 其實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廣達今天有機會 因為說美超委昨天是拉了一根長紅K 所以廣達 偉創廣達還有像是2300的廣寶科 這些 今天都有機會往上漲 請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可以去看月線 不論說廣達也好 偉創也好 還是說光寶科也好 他以整個月K格局來講 他的趨勢都還是向上的 他的趨勢都還是向上 只是因為說他畢竟長得非常多 所以他需要修正的時間會比較長 他需要說消化他籌碼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但是整體格局其實趨勢都還是向上 所以今天都可以去做留意 整個月線的趨勢沒問題 日線一樣我們就是去找買店 這個位置 廣達也是一模一樣 其實說廣達在200元上下的位置 可能說250到210 它的位階真的都不貴 所以這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說這些股票它的位階真的都很低 只要說本益比不到20倍 他都有機會上漲 就是說看資金怎麼去輪動而已 因為畢竟說在這禮拜不確定因素比較多 那成交量一定會比較清淡 成交量比較清淡 他就是用輪漲的方式上攻 他沒辦法說一次全部大漲 就是輪漲 所以今天這幾檔 偽創 光達 光寶科 可以去做留意 那只是說 因為在前方的賣壓比較高 拉上去可能會流上 可能會流上影線 所以這部分就要去做注意 那包含像是說其他的 像微星 因為昨天的NVIDIA大漲 NVIDIA大漲 我們的邏輯還是一樣 以整個品牌上來講 維新是目前位階最低的 維新它 你去看喔 它的軸線其實是非常的漂亮 我把它先關掉 來你去看 以維新的軸線來講 有沒有它就是剛剛好在五日均線之上 既然說周線格局沒問題 日線拉回來 它就是一個買點 那你在其他月線來看 有沒有 月線就非常漂亮 月線它一樣是 持續手穩在月均線之上 相對搶失這個格局就沒問題 所以看法一樣 而且昨天NVIDIA有推出全新的顯卡 當然有顯卡 受惠程度最大的 當然就是維新 因為說大家要知道 品牌廠非常多 華碩技嘉 維新 宏基人保這些都是 但是你如果要論說 有電競佔比的 就只有維新而已 有電競佔比就代表說 它的毛利率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當時我才告訴大家 華碩宏基人保 我們在前一個禮拜 全部都先獲利出場 只留一檔維新 因為它的位階相對是比較低 那像是說 最原本的品牌廠 23576華碩 以華碩來講 華碩 宏基 跟 人保 這幾檔因為說 它的位階其實也都不高 只是說 就像我講的 主要是因為 它的走線 連續拉了3根長空K 所以要在第4根 這個難度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 第4根 稍微休息一下 都有機會再續攻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 人保不到50塊錢 它的本益比都在20倍以下 那華碩 華碩 華碩 華碩在500塊錢以下 它的本益比可能連18倍都不到 所以我覺得說 華碩 有修正過可以去做留意 宏基 宏基 修正了一個禮拜 這也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這三檔品牌上 一樣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 我們在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的 8081的智芯 有沒有 智芯這幾天 每天都收下引線 代表什麼 跌下來就有人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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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8081的智芯 它的本益比 只有大約是10到11倍左右而已 周線 夠漂亮了吧 高檔橫盤整理 即將轉強 重點是 持續守穩在月線跟季線之上 這個就是一根長孔上去 就向上突破了 所以周線格局沒問題 日線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自身也是 有沒有 自身12月份營收不好 我在強調也是 12月份營收不好 就是全年度的買點 所以你看昨天 拉下來之後 留這麼漂亮的下引線 周線沒問題 日線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這些都可以先做留意 所以把握今天的機會 很多的股票在今天 一樣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那我們就是提前去佈局 全年度 整個第一季 全新的股票 跟上全新的投資組合 歡迎來電 或視訊我們的Light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從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2017年度的也會提供 在討論地上 都如此 憑章能力 連續邪 挑戰 都失去 任機